- 看起來沒什麼齁 - 來 試試看 我們看他可愛的小指頭 - 來 請用力 - 我出得了力了 - 我沒有了 - 我們現在已經要變成那個舞蹈舞蹈教室 - 剛剛妳在練習嗎? 妳要不要來一段 - 婷婷很猛耶 - 剛剛馬上講 馬上收了 我現在超牛逼的耶 - 歡迎我們的婷婷 - 嗨 大家好 婷婷 - 妳現在是在哪裡啊? - 新北國王 - 每一個都是啦啦隊 不同啦啦隊 - 那我們下面有沒有創一個舞當的應援團啊? - 可以啊 你當隊長 - 喔 是這樣的啊 - 假的 - 我們不要照以前的模式 - 妳今天想要怎麼挑 妳就怎麼跟我講 - 我跟你說很巧喔 - 我們今天的漂亮來賓 - 之前就是妳的客人了 - 我記得啊 - 喔 漂亮他就記得了 - 每次每一個課我們都要去記啦 - 喔 對 - 我不相信他 - 哈哈 - 因為之前很久之前有調過嘛對不對 - 那妳還記得那個感覺 - 還記得 - 只是很久沒有這麼輕鬆 - 對 - 妳沒有去給他弄嗎? - 就都太忙了 - 然後就覺得沒事想想 - 算了算了就懶了 - 又不想找完全不熟悉的 - 我覺得說實話啦 - 就是每一個人他的身體狀態都不一樣 - 如果你自己本身比較有一點 - 症疾 - 可能之前摔傷過那些 - 那當然就是要注意一下 - 對 - 有經驗就沒事了 - 對 - 整腹已指定 - 舞蹈整腹 - 妳現在謝謝妳的廣告 - 謝謝 - 哈哈哈 - 妳今天想調哪裡? - 因為一直跳舞嘛 - 所以肩頸 - 我覺得這一塊 - 都來了 - 所以 - 就是這邊比較緊 - 不管怎麼去按摩都還是覺得 - 整個上背跟這邊都很舒服 - 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 - 借我按一下 - 好 - 妳看它這一塊超厚的 - 妳摸 它超厚 - 所以它這邊已經僵掉 - 妳看這邊一樣 - 痛嗎 - 痠 - 欸 - 它完全不一樣 - 它很厚 - 對啦 - 它很不一樣的那個 - 所以它這個東西 - 我們有分幾個部分 - 第一個就是它 - 因為它已經僵掉 - 所以它要花時間把它送掉 - 喔 - 這個是沒辦法那麼快 - 但還是有救的吧 - 有救 - 可是它快沒救 - 啊 - 快沒救 - 沒有啦 - 因為有些人 - 它真的已經會印到有點像鋼板 - 除了這個妳還會想到哪裡 - 我之前來的時候有調過那個 - 就是因為我有很多 - 翹腳問題 - 結果我回去 - 我就大概圍成一個月沒翹腳 - 我之後又是翹腳 - 又再翹腳 - 她講到一個重點 - 她可以回去一個月 - 算不錯了 - 那我們等一下調一下 - 好 - 妳要不要 - 我要幹嘛 - 妳要不要調一下 - 跳 - 妳也馬上嚇死了 - 好啦 - 她跳 - 看一下婷婷的 - 她的肩膀 - 因為她剛剛不是硬嗎 - 對 她的這哪邊 - 很明顯高地不一樣 - 這應該拍得出來吧 - 打按摩明顯 - 一般在家裡啊 - 像我們按摩 - 我們通常會用這種手肘去壓 - 按摩是都這樣嗎 - 超爽的 - 可是有一個部分 - 有些人會直接把它沉下去 - 喔唷唷 - 欸你比按摩師還有力耶 - 其實我沒有出到真的很大力 - 因為我們用力不是用手在用力 - 是用整個身體沉下去 - 喔 - 那這個沉下去有一個最主要的重點 - 是要放鬆 - 妳要在這時候放鬆 - 妳才會按得下去 - 妳再幫我吸呼吸 - 呃 呼吸一下 - 然後塗掉 - 妳要放鬆再沉下去 - 那一塊才會有 - 喔 - 啊如果說我現在一直這樣 - 呃 - 妳會想揍人 - 呃 - 所以慢慢的慢慢的 - 可以從用這個尺骨側 - 喔 這個地方 - 妳才不會痛 - 如果說妳用這骨頭這一塊 - 妳看喔 - 會硬 - 啊 - 有感覺到嗎 - 有 - 它當然也有用拇指的 - 把它推開 - 用下壓 - 再慢慢往旁邊推 - 這其實也有 - 喔這裡超酸 - 對 - 因為它這一塊已經解快了 - 所以通常我們按壓之前 - 會用熱敷的方式敷一敷在推 - 不然它會太結實 - 只要那二頭肌應該練到手臂 - 不是練在這裡 - 練到斜方肌去 - 對練到斜方肌去 - 哎唷呀 -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 - 就是這邊介紹 - 好 - 兇手裸突肌這個地方 - 乃式喔 - 酸嗎 - 呃 - 滿力氣力出來了 - 呃 -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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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是相反的 - 看我這樣推 - 也會有 - 只是不會那麼強 - 嗯 - 這邊就是舒舒服服 - 就是完全不一樣 - 因為我們用的那個慣性不一樣 - 妳可能都甩這邊 - 喔 - 嚇死 - 妳甩哪一邊 - 我剛甩這邊 - 對嘛 - 妳看嘛 - 跟那個教練講一下 - 換一邊啊 - 哈哈哈 哎呦呀 這個就必須對它推開 我也沒辦法刻起 好來看一下左邊 好不動囉 好爽喔 好來幫我正常囉 這邊會不會痠痛 痠 那女生最大的問題是 腰部不夠力 尤其是你未來想要有小孩子的 有懷孕的過程之前 拜託可以先墊一下你的肌肉群 不然這邊會很痠 哎呦呀 它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現在很多人 慢慢的 它的一個下半身都會產生無力感 那這無力感是從哪裡跑出來的 通常是除了肌耐力之外 腰部的問題產生一些狀況 它死不了力 你看它很安詳在抬 那你先把它當作在睡覺 幫我一個小麻啊 摸指用力往上點 全力啊 它只有無名字 可以 這邊沒什麼感覺 你確定有出力嗎 有我在出力了 好來這邊用力 為什麼大拇指出不了力 你有發現你這隻可以幫我抵抗嗎 這隻可以耶為何 再高一點再高一點 再高一點 應援 好可以再來 我的右邊怎麼了 交接我 用力往上頂 用力往上 我有問你一個問題 我有一次就是在跳舞的時候 Ending pose的時候 我是蹲 蹲下去的 走走走 蹲然後我就 這樣 然後就被拍了一清二楚 所以你一直吃軟腳是不是 是不是我右腿沒力的關係 有 其實很多這種狀況是 你有沒有聽過 大概五六十歲的那個 長輩說 奇怪我哪有油膜 就類似那個概念 OK 看起來沒什麼 來試試看 我們看它可愛的小指頭 來請用力 我出得了力了 我沒有在裝吧 你看我拇指都已經白掉了 請用全力 用力 有一點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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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它不會馬上就被沉下去 所以 出力了 你現在幾歲 不要先提前到六十歲這樣 OK明白 增加起來二十五歲 你講的 我是說要提醒它 來 我現在來問你 剛剛牙不治都很痛嗎 我現在把它一個一個解開之後 來 還那麼酸嗎 沒有那麼酸 來我在用重的 就變得是很舒服了 就是變成成瘦的了 所以一直去按摩 沒有什麼用處 你不能這樣講 按摩其實有用的 變得最二十 按摩其實是有效的啦 只是說 我這個層級太久了 呃 你這個Label要是那BOSE級別 所以那個可能要按的話 的時間比較長 你再看一下它肩膀 應該會整個再沉下去 很明顯 它不會像剛剛腫點滑那樣 真的假的 OK恭喜喔 不用打BOSE 恭喜你回去OK 酷酷謝謝 幫我起身動一動 感覺一下 有沒有真的輕鬆 開始了開始了對不對 又要開始 又要這邊了 又要這邊了 好像很舒服的耶 那這樣整體感覺應該還可以啦 嗯很舒服 放鬆了很多 放鬆了很多 那有沒有什麼要跟大家講說 你們指掌上的一些災害 很多啊 各種都是啊 比如說我們很多蹲的動作啊 膝蓋就會也很容易受傷 會敲到 然後趴下去啊 插一下球長 球長很髒 然後插個地 就膝蓋也是很容易受傷 哇塞 那如果沒有穿長褲怎麼辦 我們怎麼可能穿長褲表演 我們都是穿短褲跟群 那膝蓋直接在地上活嗎 對啊 好那就感謝婷婷 我們終於又幫你處理一下 非常感謝婷婷跟咪咪 謝謝 謝謝IG在這邊 謝謝 記得有時候去那個 籃球 西美光 看她到底怎麼 怎麼炸西 自己拍婷婷 那妳這樣其他人怎麼辦 只可以支持婷婷 只可以支持婷婷 那Wendy怎麼辦 她我們不同隊啊 不同隊啊 Wendy是什麼隊 原爆 我的電爆 電爆 那如果她們兩個對大咧 不會 我們不同聯盟